有这样的特惠呢 真的是很重要 我要讲的信息呢 并不是各位已经听懂了 乃是各位听不懂的 但是不是悟性听不懂 乃是灵性听不懂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 听了两篇道之后呢 第三篇你可以讲的比我更好 但是这个灵性啊 是灵蛋 灵性没有跟上那个悟性 你们懂灵性是什么 灵性讲的是你的信心 灵性讲的是你对圣灵的感应 多认识 然后呢 灵性讲的是顺服 你能够顺服到底的 那个东西 所以灵性要跟上悟性 非常的重要 那人从一开始呢 如果认识福音都认识错了 福音是拯救医治 坚强这个心灵 也可以说我们的灵魂 如果这个福音认识错了 这个灵魂啊 也是就是被歪曲了 所以 不应该相信的相信 有时候呢 各位没有想到 你在敬拜你的感觉 各位你不要敬拜你的感觉 Don't worship your feelings 因为你的感觉 你是要使用它 不是敬拜它 你的感觉 能够给你力量 来听神的声音 对不对 但是它不能指示你 它不是一个指标来的 对 你的心啊 虽然忧愁 但是神用笑脸帮助你 有时候你似乎是忧愁 对不对 但是圣灵扶持你的时候 叫你常常喜乐 你要在指望中喜乐 患难中盼望 有些人是 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 我难过就难过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觉得我没用就是没用 这个完全是你敬拜你的感觉了 你不相信圣灵的同在 神的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悟性的东西是懂 但是灵性的东西 灵淡的时候呢 我们分辨不出 我们的心里面的声音 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来的 所以这都是从我们 对福音的认识 有错误开始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要讲的 福音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第一章 林多前书第一章 因为十八节 一章十八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各位 灭亡的人 把这个天上的福音 当作愚拙的 我能够靠我自己 为什么要靠主 整天祷告 对不对 愚拙呢 原来他懂得越多 他不懂得更多 当他越能的时候 他专靠自己 最后呢 他是走到灭亡的道路 所以神在上面看的时候 他是何等愚拙啊 但是在我们这信的人 这是神的大能啊 什么大能啊 这个超出我们想象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完了 就啊 这一次我通不过了 我只能依靠你了 但是我什么力量都没有 明天还活着 后天还活着 谁的能力啊 神的能力 所以保罗说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刚强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句话很悖论 对不对 什么时候软弱 怎么刚强啊 因为他软弱的时候 显出神的刚强 如果他的意志 是这么坚强的话 那神的刚强 就好像被遮盖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信的对 有一个无穷无尽 但是看不到的能力 随从你 他会扶持你 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 他会感动你 在你以为你不能的时候 他会坚强你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福音来的 但是为什么人 经历不到这个福音呢 这个大能的福音呢 各位 因为人的东西 所以各位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各位看 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二十二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 二十二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鱼灼 但那蒙召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为神的鱼灼 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比人刚强 这是一个强调 对不对 神怎么会软弱 对不对 神随便做 都比你认真做一百年 更厉害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知道 现在我们是 在传讲他的故事 他的信息 我们是 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要安置在他的能力 并不是你能祷告 你祷告 不是你的意志力来祷告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对不对 很多时候你是发现 你不能不祷告 才对的 阿们 如果我不祷告 每天早上起来 心的忧愁 心的惧怕 我对我前面的人生 没有把握 所以有这种心灵 有这种恐惧战争的心灵 来的时候 其实神叫你祷告 对不对 就是灵里面的战争来的 这些都是在灵里面 发生的事 就是神正在跟我们 说话的事情 但是你要求神迹 你要求人的智慧 靠的是人的意志的时候 你不明白这种能力 所以人这个地上 只有靠的是什么 积极能力 所以积极思想学 正面的能力 这些鼓动人的能力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以前已经玩够了 我玩了好一会儿 之后后来我发现 激情一下 哭一下 过后呢 主啊你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要回归真理 我要经历 确确实实的圣灵 那个大能的名证在哪里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 这里说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 并没有用高原大字 对你们传将生的奥秘 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讲高原大字 你们知道吗 神的奥秘 宝座上的奥秘 那随时领导人的能力 怎么能用高原大字 人就鼓动的话 积极的话来讲 所以这些积极思想学 这些东西 我不用说上帝 上帝呢照我们的心 心理学这个东西 就在某部分 他们察觉到 但是呢 心理学不能控制灵界 各位知道吗 他们知道 就是人忧愁的时候 是不是会怎样的举动 这个人犯罪的时候 有犯罪的动机 这个人都会知道 对不对 但是谁带来那个动机 谁影响人 对不对 为什么你早上起来 忽然间有犯罪的意念 对不对 为什么有声音 心里面 你没有邀请他 但是会来到你心里面的声音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灵界的东西 只有神的奥秘能够告诉你 所以如果你只有依靠 那个这么表面的东西 来你要能够解决 你人生的全部的问题 你太愚昧了 保罗说 我并不是用高原大字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可以用的 我有法利塞人 我是拉比 法利塞人的聪明 这一切 我有行律法 遵守律法的那种圣洁 所谓以前圣洁 我可以用这些来做的 但是呢 我不讲这些东西 我不用这个来讲 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每次讲出这个十字架 神的伟大 救赎的伟大的 那个事情的时候 很奇妙的 在灵界里面震动起来 人的心被感化 而且那个感化是 不是被鼓励而已 是变化 各位听得懂吗 福音是带来变化 不是修改 宗教是总是叫人修改 你做好人啊 你多靠你的意志啊 做好啊 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 福音是光来的 你听明白的时候呢 你的价值观改变 你的人生观改变 你想事情 你的思维全部改变 连你喜爱的东西都会改变 以前你就喜爱的 那个男人 那种样子 哎呀 就帅啊 有风格啊 有什么啊 现在你一看 真的没有办法 爱这种人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 现在很多人喜欢汉流 这些 这么帅啊 姐妹们都流口水 他头发这么长啊 比我还长啊 我跟你们说 你如果嫁给这样的男孩子啊 你一生紧张的不得了 不能睡觉啊 他两三点回家 你愿意想他在谁的怀抱里面啊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想过嘛 你被你的感觉欺骗了 我只给你一个例子 弟兄们总是看姐妹的时候 先看外面啊 美不美对不对 然后或者有自己的理想 啊 他最好是这样 那个你脑袋的理想啊 你脑袋 你跟另外一个姐妹 这个不啊 我的理想 不是我的理想 他成为你的理想 是他跟你结婚之后 两个人磨磨磨磨 磨了彼此二十年之后 有一天你发现 他是你的理想 听得懂我意思吗 当然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选 你已经结婚之后 你要知道 你的理想是欺骗你的 你一生带着这个理想 你旁边那个人 不会成为你的理想 他成为你的痛苦 你回到天家之后 你才知道 原来那个人啊 我一直看不起的 他是有潜能 成为我的理想的 但是你一生被骗 为什么讲到这些东西啊 现在讲天上的奥秘嘛 来中国讲道是这样啊 从天上讲到地上 从地上讲到天上 你讲这样的 讲的话 你们大概不太能够 掌握得到那个 但是回到神的话 对不对 回到神的话 我在你们 所以呢 保罗要怎么讲这个 钉十字架的奥秘 不是像 像我们 有些讲师 随便这样讲的 吃得饱饱 这餐真不错 起来讲道 绝对不是 我跟你们讲 你们要讲十字架的道理 你要跟人 不信的思想 要争斗的时候呢 保罗是怎么讲 第三节说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胜占尽 他是这样讲道的 他是很紧张状态 争战状态的 就好不容易 天上的那个道 能够放在我 人的口里面 讲出来的 所以我说的话 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 为婉的言语 花言巧语 不是用这个 乃是用圣灵 和大能的名正 教你们的信 不在乎 人的智慧 只在乎 神的能力 阿们不阿们 不是人的智慧 我要讲道之前 我也一直祷告 盼望 你们现在的阿们 心里面一股力量 不是主母是鼓动你们 当然主有给我这个恩典 我有口才 我能够传讲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不是用这个讲道的 乃是现在 我讲出的那个内容 我的思路 思维里面 每一句话 圣灵通过我的情感 意知心思 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你们要听到 你们的心灵里面 求主 叫你们能够领受 阿们 各位注意听 很多人把基督信仰 当作一种精神寄托 或者是 或者是一种宗教行使 有这样 敬拜神 特别 各位注意 特别 更高尚 聪明 有文化的民族 会犯的一个错 就是 很容易造出 与这个基督信仰 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那种概念 信念 然后来追求 然后教人也这样经历 各位 典型是谁 典型的 很高尚 很聪明的民族是谁 不要讲华人 所以啊 典型就是 犹太人 和希腊人 犹太人呢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罗伯尔讲最多的 就是他们了 他们是神明来的 对不对 在旧约的时候 神语 特别的特性 在他们身上 犹太人呢 他们是求神迹的 圣经是这样讲 希腊人是求智慧的 各位 这个两个民族 我们思想 犹太人求神迹呢 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华人 啊 求安康 求财富啊 不是这样的 犹太人求神迹 是因为 他们向往那个神迹背后的 无穷的能力 能力 他们是要能力来的 弟兄姐妹 犹太人 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请你在天上 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对不对 他们要从那个神迹 看到 经历到 那个后面的能 我只有通过那个神迹 才能够知道 你后面有无穷的能力 但是他们是求能力的 不是求神的 你们要知道 希腊人呢 你们都知道 希腊哲学 哲学 一切的哲学 源自于希腊 对不对 希腊人的一个智慧聪明 他们用自己的人性 人性的感悟 良心的感悟 能够领悟出天理 天道 对不对 宇宙的原理 是非的原理 希腊人很厉害 他们的希腊哲学 所以希腊哲学 这一切东西呢 就是人 一切要学习 很多的知识 各种的知识 尤其是在 比如说美国最好的大学 你要学经济学 你要学政治学 你一定要学哲学 哲学有讲出 后面一切学问的原理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想 喜欢这些智能 是因为 他们要参透 那个掌控万有的 背后的原理 他们不相信 有源头 但是他们相信 有一个原则 原理的东西 所以基拉 规律的东西 原则 所以 这个两个民族 你看 通常很高尚聪明的 他们这样 把这样的思想 传给人类的时候 传下来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人类 所以变质 所以变质 退化 求神迹 求背后的那个能力 慢慢变成 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求福 求安康 求财富 求健康 对不对 我们就求这些东西了 求应运 所以来教会里面 就像去寺庙的人一样 都是在求求求求 按照我的意思 求给我们 对不对 变质出来了 然后那些 讲智能的 智慧智能 传到这个基督信仰 叫基督信仰变质的时候 基督教是整天讲道理 讲道理 讲神学 虽然没有错 对不对 但是讲的道理神学 是不能叫人活出基督的 不能叫人活出基督 活出他的荣美 他的恩典 他的真理 他的智慧 不能活出这个东西 那所以整天讲道理 干什么 所以我并不是叫你 不要把那个道理讲 道理讲明之后 一定要有大能的明证 使你能够活出来的那个明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反思 所以这两者 就叫整个 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地方 他要讲 犹太人是求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 但是我们传基督定十字架 虽然那些 看起来神迹 智能 看起来人人都向往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 经不起考验的 经不起考验的 因为 经不起考验 因为里面 没有神 没有神 能力 有一个神迹来了 有没有神在里面 福气来了 有没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你的病好了 祷告病好了 但是这个病好 你的身体现在来做什么 这是很重要 对不对 那你的病好了 这个病好了 等下下面又有病 对不对 一生 你得到钱了 下面要管钱 你得到配偶了 下面有婚姻之苦 你一定要问 经不起考验 我们 发现 整个人类历史 如果你打开你的眼睛 上帝用人类历史来跟你说 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活在一个时代 我们就以一个时代 或者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 以那个问题为中心 来让认识神 其实那个问题 只是告诉你 你不能认识神 你不能认识神 神是你要回到真理来认识的 你们了解吗 我再讲一遍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主啊 我现在很痛苦 我有这个事情 我的婚姻有问题 只要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是神 这个 你再也不能认识神了 神 叫你 问 为什么你这么痛苦 谁造婚姻 谁造爱情 你要认识他 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 认识那位 婚姻的主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跟你讲的 很重要的 我们堕落的想法是 用所有会变的 来要判定那个不变的 但是神的启示 神的儿子的启示 是教我们 从我们所有会变的 来教我们失望透顶了 所以我们只有回到那个不变的 阿们 有没有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每次是前者 我们选择前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整个人类历史呢 除了要讲救赎 神的救赎以外 要带出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人的失败 所以整个圣经里面 的历史 犹太人的历史 以色列的历史 四十个王 你看全部失败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连大卫军王 这个圣军都失败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圣经是不是讲人的伟大 其实讲人的伟大 他们不是讲什么摩西的伟大 大卫的伟大 你们要讲 不是 上帝是要讲 只有一个是伟大的 就是他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君王 他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直到你发现 你发现这一切 经不起考验的 那一切的一切 你才能够回归为问 什么是不变的 永远的 绝对的 那位 所以呢 你们会 比如说学问 这个医学 医学一直在变 今天跟你讲 吃什么好 吃醋 健康 每个人 醋 另外 有一天 又跟你讲 这个马的尿 喝了会好 我不懂哪里读过有一次 因为有后门庆 就是青年 不知道 这个学问 为什么人这么单纯 不要讲单纯 单纯是好听 愚笨 因为他心里面怕死 就是这样 经不起考验 有一个东西 经不起考验 人的关系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你的家人最爱你 对不对 我们就讲这个东西 家人最爱我们了 所以你出事的时候 你只能靠家人了 真的吗 你再多活一下 活到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我从我的父亲 跟他的兄弟的关系 以前他们长大 没钱 全部吃这个马铃薯 红薯 公司 一起玩 一起长大 到了六十岁 七十岁 全部有家庭了 很奇怪 就开始比 你的孩子 跟我的孩子 谁会读书 你又买一个房子 你又买一个车子 就比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连兄弟姐妹 有没有发现 所以人性 人的关系 经不起考验 你活够长的话 你会懂的 所以很多的宗教教主 他们都是活到很长的 好像穆罕默德 忘记了 六十岁七十岁 孔子活到几岁 七十 这些宗教教主 他们都是长命 释迦牟尼活到八十八十六 都是他们活到人生的 看到全部的失败了 然后才 哎呀 这些我们要从失败学习 对不对 只有主耶稣是 三十三岁 三十三岁懂什么 小孩子 对不对 他能够讲出天上的道理 各位了解吗 他就是神 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 为什么他要三十三岁是 他不要七十岁是 我要告诉你 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不是被人性指控 因为你们的人性 已经被罪玷污了 会腐败 会烂 对不对 会退化 这些东西 人性 然后你说 哎呀 牧师 还有一个东西经得起考验 教会 教会有爱 好不好 好 大家来教会 我们教会 上海教会 上海生命堂粮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 所以我的教会是 有些人来的时候 哇 新加坡生命堂 真有爱心 跟我以前的教会不一样 所以他刚刚来的时候 很开心 因为每个人都给他注意力 但是不到六个月之后呢 有一天 就有一样的人会说 这个教会没有爱 现在牧师只有管新来的人 现在不管我了 现在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说他的错 我的错 可能我也没有办法照顾他 我也是人 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人 对不对 我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又来到这个 因为教会 又在这个地方受伤 失望了 但是那个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并不是上帝不在教会 乃是什么 他把期望放在人 期望放在人 你把期望放在牧师嘛 我只是人啊 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把期望就放在先知 莫西这些事实 他们一走之后完蛋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走之后完蛋 主在你心中啊 阿们 主与你们同在 为什么不找他呢 经不起考验 不管你讲什么 爱情啦 什么啦 就算你夫妇关系 多恩爱都好 各位弟兄姐妹 最后你们要分离了 你们要分离 甚至还没有分离 你已经看到症状了 很多夫妇呢 前面是恩爱啊 如果他不认识主的 你给他们两个人 活到八十岁 你就会看到那个样子 两个人刺鼻子 有些人前面很聪明 很有才华 很有成就 很奇妙的 到了七八十岁 他退休的时候 就是就在下棋 我家楼下 有一些老人家 每次下棋 然后就讲我们 我以前啊 在大学做教授的时候 你知道多少学生 听我的话吗 那是以前的事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讲那个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没用了 对不对 你快要牙齿掉到晚了 你学生都不认你了 对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证明 你自己 你的成就本身 也是 你自己会告诉你 不能长久的 人遗忘你很快的 经不起考验 阿们 还要多一点吗 各位 你们自己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 一定神的儿子来 神的儿子 所以神的儿子 原来他是谁 他是我们 原来君王 那位君王 胜过谁啊 胜过原来那个 在灵里面 捆绑我们撒旦 原来他是谁啊 他是祭司 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问题 是跟罪有关系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连这么 相爱的亲情 也是老了之后就比较 各位 因为人性有罪啊 这个罪没有被洗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没有办法幸福的 人就是慢慢 就是厌烦厌弃 就回来了 然后他大祭司 还有什么 他是原来人需要真理 大先知 先知把神的道 启示给我们 你领悟出的 哲学也 心理学也 这些东西 只是地面知识 地面知识 用人的经验 科学是人能够看到 要看到 用望远镜再看 再看 再看 又看到的时候 又发现 后面还有更多的信心 然后一直自找望远镜镜 对不对 其实后来发现 你只是不过是用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这个宇宙里面有这么多 你眼睛看不到的 太大的你看不到 你的手上有很多的细菌太小的你看不到 所以呢 还有比这个更奥秘的灵界 天上的奥秘你不知道 所以你靠你的肉眼 有些人说 哪里有神 你叫他出来给我看 我就信 这句话是最笨的 最笨的 无神论 这个最笨的 他们相信这个 连眼睛都会近视的 会相信这个东西 最退化的思想来的 你们知道吗 走到无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先知 他把天上的事告诉我们 所以从他带来给我们的什么 救赎 圣经是讲救赎的 历史是救赎的历史 救赎 人要被救赎 阿们 人要被救赎 你的思想要被救赎 你要归正于天上的原理 你的情感要被救赎 你的情感 很多时候 你的情绪不由自主 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灵界怎么攻击你 你信错感觉 所以你要怎么祷告 什么感觉来的时候 你要祷告 无悔的感觉 试探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可以告诉你 你被试探了 对不对 但是他不可以支配你 他不可以告诉你 这个就是真理 你感觉的就是对 但上帝造感觉给人 是很奇妙的 你们知道吗 感觉 上帝造感觉 你们看 牧师的情感多不多 对不对 我自己说有了 很多感觉 你看我讲道的时候 很激情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对 我对这个罪的愤恨 然后呢 上帝用我的情感 讲出 表现出 我对罪的那个愤恨的时候 这样讲出来 帮助我讲道 感觉只是帮助你的 你对你的妻子的爱 是你要有感觉嘛 所以上帝 那个感觉出来的 他才感觉到爱 对不对 你拥抱他 他感觉得到 对不对 疼他 只有这个用途 但是他不能跟你说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错 哪一个 不可以跟你讲 他是一个工具来的 你用他 用他 但是如果你去信他 他就成为你的偶像 成为你的偶像之后呢 你敬拜神 全部是靠感觉 这样敬拜 就那个危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救赎 神要救赎我们 神接着他儿子的福音 救赎我们的时候呢 我就给各位三点 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三点 怎么救赎呢 第一 他要救赎 他用什么救 用真理来救我们 感谢主 真理 你若晓得真理 真理叫你得自由 真理 真道 雅各书 一章十八节 他用真道 生了我们 所以这个字很重要 生 各位有没有想过 生 不是 我懂了 圣经的话有道理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人来教会这样 牧师我喜欢你讲道 你讲的有道理 你是灵蛋 要生出新的你 听得懂吗 如果你没有被生出一个新的性情出来 有道理把它当作哲学文学来参考 那个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 你们了解我雅各书一章十八节 然后另外一句话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 主耶稣跟门徒说 你们因我跟你们讲的道 已经被洗干净了 洗 这个洗字出来了 所以一个是生 一个是洗 所以道是要洗的 洗什么 洗你那个旧的 污秽的 肮脏的 全部洗掉 然后这个新的才出来 阿门不阿门 阿门 所以 这个用真道 这样讲 真道 所以呢 带出来的是什么 新的 什么 一个字 给我一个字 新的心 从食心变成肉心 对不对 有没有 新的心 什么心呢 什么心 从心 爱神的心 然后不扭曲真理的 能够听明白 神的真理的心 喜欢快跑随他的心 坦然无惧的心 所以这个心 坦然无惧的时候 你向神求什么 就必得着 祈求就必得着 寻找就必寻见 但是要什么 新的心 因为你的心里面有真理 所以那个有真理的心 向主求的时候 那个向主呼吁的那个 其实那个心态里面有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心 如果没有被伸出来 心的心 没有被洗 不断的洗 对不起 很多时候 你靠的是你的旧人 旧的感觉 你旧的意思 就会出来了 旧的意思 要不要心心 有没有 心心 心的心 所以呢 我们这个心 的一个奥秘 心是人的灵魂的中心来的 人的 一切的果效 由心发出 为什么有些人 祷告 一分钟 我每次说 像乔治穆勒乌斯 我每次讲他的见证 会看到 因为他的心 是很配合主的心 有些人说 祖牧师 为什么你安慰一个人 我跟你安慰他 讲一样的话 但是只有你安慰的有效 我安慰的没效 因为心的问题 这个你被洗净的心 有权柄 对 你被洗净的心 讲一句话的时候 讲到他的心里面 打动他 很奇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为你们造 清洁的心 正直的灵 这个心的心 所以每一次 你们听到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要跟自己说 我们改一改就好 你要变 你要再次被吸 旧的全部吸掉 然后你回家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恢复感恩 改观 从你责怪的对象 变成你要扶持帮助的对象 奇妙不奇妙 其实真正的释放 医治是从这个地方来 释放医治 那个鬼 全然的被赶出去 是要通过这个身 还有这个喜 有新的心才出来 阿们不阿们 我是把圣经的整个总论 就是这样讲 告诉你 但是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还要就 除了真理以外 真理我们全部读了 圣经66本书 都是神的真理 对不对 那但是翻开的时候呢 但是我的生活 有这么多事情 对不对 这么多复杂的事 人际关系的事 怎么办呢 所以上帝还用什么救赎你 用他的美意 所以罗马书 12章1到2节 对不对 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 对不对 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不对 你们就能够查验 何为上帝善良春全 可喜悦的旨意 美意 对不对 我们讲美意 各位这个美意 上帝是用美意救人的 用美意来救我们的生命 注意听我现在要讲的 地上呢 没有十全十美的环境 没有一个 能够合乎我们理想的环境 只有一个合乎神美意的环境 阿们不阿们 所以呢 你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环境 找十全什么老公 太太不可能 但是存全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很奇妙的 圣灵呢 在向我们显明的时候 比如说 我的另一半 他不是这么能干 头脑不是这么灵活 心智不是这么坚强 很奇妙的 你得到这个感动 来扶持他 你为他祷告的时候 神给你这个能耐 智慧来帮补他 很奇妙的 如果你能够结合在里面的时候 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是最美的图画 他的被坚强 和当而你成为越来越贤惠 一起成长 对不对 如果你永远只盼他 他好 他怎样好 可能你一直逼他 逼他 到他真的好了 但是你爱慕虚弱 或者他真的好之后 离开你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们不能做上帝的 你们要明白什么是 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上帝把万事互相效力 结合在一起 叫最美的结果 在他的身上 你的身上 全部生出来的 这个奥秘 就是罗马书12章2节的奥秘来的 这个是我想了很多很多的 我在得到的那个结论 为什么圣经讲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在一路上 我跟同工们说 你们懂 我三个行李 已经送回新加坡了 我叫他们送回新加坡 不用拿来 我一路上跟他们说 还好这个行李送回新加坡 我的孩子又时差 还要搬着五个行李 上火车站 根本可能到这个地方 都不可能了 所以这点我们就讲 后来送回新加坡之后 师母拿着三个行李 两个是文刚跟立文长老的 两个行李搬到他的家去 文刚长老说 他哪里的利器 一个行李25公斤 他能够搬到他的家去 师母说 没关系啦 只是一点重而已 我听的时候呢 我很惊讶 在家里拿五公斤的东西 我没帮他拿 他都骂我了 25公斤他没有问题 到底什么事啊 忽然间我就明白一个真理 有时候男人不在女人身边 女人更坚强 我们太呵护他 所以有时候呢 幸福是要分离的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分离才有幸福 小别圣性婚嘛 分离一下 有一点挑战 有一点难处 各方面之后再回来 两个人一起完成使命 然后再回来 因为人是有罪性 我要你 你要我 我要你 你要我的那种光景 你们怎么能够承受这个东西 多活五十年 一百年 可能你们拿菜刀 要捅彼此都有了 那个 所以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理想 因为那时候的感觉 我们觉得很好 但是我在真理里面 服侍主的当儿 我认识什么叫夫妇关系 我跟孩子的关系 这些我就明白过来了 这个不是我要的 比如说孩子 孩子呢 如果你一直要他孝顺 你孝顺 当然如果他一直能够孝顺 你这是一个恩典了 对不对 但是你们要知道 人生里面有几次的考验 当他懂事了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跟你的时代不一样 你要面对一个 现在说 为什么他现在 不听我的话了 然后后来他结婚了 结婚了 他跟他的配偶 成为一体了 现在一体关系里面 你要介入 为什么你爱他 比爱我多 他当然是听自己的 妻子的话 自己的儿子的话 妻子的话 或者丈夫的话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这是圣经的原理 所以你到那个时候 你要明白 你还有那种 经不起考验的那种思想 你叫你自己很痛苦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早就看开这个东西了 我的孩子这是来 一个十一岁 一个十二岁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我做好准备了 我跟她说 以后你一定爱你的丈夫 多过爸爸的 她说我才不会 我绝对会爱爸爸 我绝对会爱爸爸 我绝对爱 我说你不会不会的 她说我不要结婚 看看吧 看看 总有一天 对不对 你结婚了 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她说 你看我 我爱你妈妈多 还是爱你的婆婆多 你的奶奶 婆婆 哪一个 这是自然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呢 明白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我后来明白 你要被救赎 你一定要懂真理 你的心要归向真理 然后查验主 何为善良的美意 然后在那个美意 合乎神的环境 那个环境看起来不好 但是原来你找到了 主啊 我存在的理由 也那个环境 你给我旁边的人 那个人的理由 给我这个教会的理由 那个环境 然后怎么帮补 所以我们生命堂 我们绝对不能夸耀 说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教会 我跟你们讲 我们生命堂是乱透的教会 乱透 什么人都进来 精神病人啊 空苦流离啊 什么都来啊 这边抓你的手 那边抓你的脚 牧师 不由我祷告 一大堆 今天劝勉的他 回去好了 另一天又来哭啊 一大堆 生命堂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 乱中有序 乱中有序 乱中里面有真理 乱中里面 主的善良存却 可喜悦的自己 彰显出来 所以我这样牧养的 你们知道吗 我就这边牧养 那边碰 那边没有办法碰 那边有声音 那没有办法了 交给主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当然我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也要跟各位说一声 免得各位受伤 以后呢 牧师真的太忙的时候呢 我已经考虑很久 我这次回去 要不要退出群 我现在二十多个群 在我的微信里 你们知道吗 每天千多个信息 怎么看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有一天 我退出那个群 你们不要受伤 阿们吗 感谢主 我们同工们 全部都听到 那以后呢 牧师以带领的人 带领的人为中心 来牧养你们 好不好 带领的人 所以呢 其他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我回应你 你要真的要等 但是带领的人 你们找我 说牧师 但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跟带领人有问题 这又是另外一个麻烦了 所以这就是生命场 搞笑不搞笑 所以呢 你就是 姐姐来了 那你要我怎样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祝福你 你把他踢下去 你做带领人 你比他更猛 我就听你的 我就跟你接触 当然 我现在讲 我也没有一个法子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危机 还是什么的话 我们再看吧 我们再祷告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呢 总是我们寻求主的美意 有时候呢 你们了解 比如说 大卫 少了两次要杀他 他是知道的 这个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碰上帝所高的 但是他放了他的两次里面 他的生命越更近前 越更正直起来 所以这个当然上帝 在灵界里面做工 改变了所有以色列人 甚至他的同伴们的心 这个君王是可以跟的 这个头目是可以跟的 将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君王 各位了解吗 就在有一些很关键的时刻 你有一些福音的眼光 福音的抉择 你做出来 那个时候会叫你与众不同 你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那就算没人看到 神看到 所以你为什么会被重用 是有理由的 一个人 主牧师为什么会被重用 为什么被重用 你们要知道 我很多委屈的时候 孤单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人说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 主懂 主你怜悯我 对不对 那个地方主认识我 所以他认识了这个人 他能够把他的道放在我的口 阿们 神祝福你们 最后 那主把真道给我们来救赎 主用美意来救赎我们 主还有什么 圣灵 圣灵来救赎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 是什么灵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用真理来告诉你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是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的那个灵 所以圣灵不但是扶持你 对不对 你快要跌倒的时候 扶持你 你以为你没有办法 扶持的能力 然后之后呢 他还要教导你 指教你 然后再坚强你 完成他的使命 但是你说 牧师我们也懂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每次我们经历圣灵 没有像你这样经历 我们经历的圣灵是比较感觉性 但是你所经历神圣的那个圣灵 扶持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来 我们不懂怎样经历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你们通常不懂不能经历圣灵的人 犯上了几个的错误 你们会知道 第一 就是呢 你不愿意把神的主权交给主 这是第一 这个是 你还是希望自己的主权成 自己的意识成就 第二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 你以为你的生命很不错了 你以为你的生命 你懂了 三十六口我懂了 我已经爱主了 我已经在服侍主了 各位弟兄姐妹 彼得就是这样跌倒的 你们要知道 然后呢 第三呢 你 不愿意来到现实 各位现实是这样 你不要制造假象 各位你不要制造假象 我跟你们说 我跟从主 我从来没有制造假象 我知道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比如说他们读书 读书 我知道他们的水准在这边 我不会 祝福他们 为他们祷告 他们超自然的IQ 得到这次的考试 能够考到最好啊 主主 不会 假象 尽量不要假象的东西 你们了解吗 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也制造假象 我们对 好像情况 我们的理想一样 有一种假象 我们不愿意来到 面对那个真实的苦难 难处 其实很多时候 圣灵是把我们带到 带到无可奈何的光景 带到那个真实的情况 我们非受挑战不可 然后在那个地方 祂帮助我们 阿们 我给各位读这段经文 我们就结束好吗 我们一起看 我们看 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四章 四章这个地方 你们看 你们都知道 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经文 当时 他要开始他的施工 就向万民做见证 把这个天上的福音带来之前 他面对的最巨大的挑战 就是到旷野 受试探 但是这个试探 是谁带他去 圣灵带他去的 各位你一定要明白 如果现在上帝要使用你 要医治你 他一定把你带到现实 阿们 你现实的情况 那个地方 你最无能 最怕的 可能是你的婚姻的事情 或者你的工作 或者你常常挫败的那个地方 他要你面对 他要你面对 在那个地方 弟兄姐妹 这里说什么 他今时四十周五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 进前来 每次都是怎样 等他饿了 对不对 所以也是很奇妙 这个人 孤单了 人无力了 这次来的时候 时差很辛苦了 那个试探的进来 叫你埋怨神 有没有 就每次这样 你们发现吗 试探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这处经文的时候 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 你会记得 现在牧师讲的话 对不对 所以现在第三节说 那试探人进前来 对不对 说你若是生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事物 耶稣却说 经上记着 对不对 人活着不是靠事物 乃是靠神口里 你看 出的话 然后下面又说什么 这个经文你很清楚 对不对 把它带到最高的山 万国万民的荣华 第八节 那个地方 就是给他看 然后第九节 对他说 你若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你看 又来了 对不对 这个 整个眼目的情欲 还有什么 其实中间还有什么 忘了读中间那个地方 中间是讲什么 把它带到最高的顶上 垫顶上 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第六节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等等等等 他会扶着你 耶稣说 第七节 经上记着 不可试探 神你的神 你的神 你看 这个圣灵的帮助 其实呢 圣灵是 一直在我们里面 征战的 你们知道吗 我们以为 圣灵是休息 圣灵不休息的 休息的是你 有时候 自己 失去力量的时候 你每一次听完一篇道 你要知道 那个道 里面有灵 然后你听完道之后 磨磨蹦蹦蹦的 回家了 然后发生一些事情了 然后不得不祷告了 你要知道 这整个的道路 圣灵带领你的 所以这样你会遇到 这样你会想起神的话 然后不得不祷告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们听了福音的人 你们要知道 你绝对有责任的 你绝对有责任的 因为 就好像 神的美意来 你必须要查验 你不是就懂 他有美意 神的美意来 对不对 你要 你要查验 然后你要顺服 你要跟从 但是圣灵 他在你身上运行 做工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 他传出神大人的名证的时候 他 惧怕 对不对 他恐惧 对不对 战惊 等等 你们都懂 为什么 因为 他不随便跟从主 他不随便跟从主 他对他 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本身 他心里面有杂性 他对他 现在能够传讲这个话 里面有杂性 所以跟从圣灵的人 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大力 他是很谨慎的 他是很谨慎的 就一步一步 二十四小时 凡事上 他知道 为什么 他很谨慎 因为魔鬼 常常用什么 肉体的情侣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你吃 石头变成面包 肉体 你肉体有需要 对不对 但是这是主的意思吗 这是主的意思吗 对不对 现在得到对我好吗 对不对 这个你要 听从圣灵 然后你 这个荣华 你看吧 看 眼目的情欲 对不对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姐妹们是比较眼目 很厉害 一件衣服看一次 再看两次 看三次就埋了 看第二次就知道 快要被吃掉了 很多时候 对我们去旅行 我的传道人说 其实呢 我这方面有一点软弱 我教会的传道 他说 有时候呢 在侍奉主的时候 哇 麦里圣灵充满 忽然间看到一幅图画 哇 这个纽西兰这么美啊 哇 那边这么美 要跟牧师拿架了 要去旅行啊 有时候 他说没有看到的时候 不会怎样 看到的时候 就来了 但是上帝也让我们 许可我们享受啊 但是 怎样享受 对不对 怎样享受 在主里面要享受 在注定的时间 要享受 注定的方法享受 还有什么 今生的夸耀 夸耀 你跳下去啊 证明你是神的 你是真名 你是这么有恩赐 有才能的 对不对 弟兄姐妹 这么有口才的 你要证明 你不要忘了 这些是我的恩典 在你里面运行 使你讲出来的道 不要骄傲 对不对 很多时候 不管了 我们都是各种 就算你不是讲道的人 我们也是很想夸耀自己 有什么 没什么 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夸耀之心 动不动就出来 有时候夸耀的心 不是这么直接 有时候夸耀的心是 比如说不好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把责任推给人 责任推给人 都是他不对 我对 教会侍奉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先是想我的角度 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怎样了 他没有做 他怎样 他不合作 各位有没有 这个都是 你要把自己高举起来的 但是这个东西 潜伏力很强 这个潜伏力呢 是实在 所以呢 圣灵要扶持你 帮助你 甚至致死 这一切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恐惧站紧 做成得救的功夫 弟兄姐妹 阿们 然后最后一句话 你们看第四章 第四章最后一句话 这里说什么 第十一节 一起读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赐 感谢主啊 天使来了 天使吃过他 伺候他了 所以天使为他 开启一切的路 叫他怎样 把福音 传名了 传福音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整个的施工的开始 是他经过这个试探之后 有一扇 大门打开了 一个一个使徒得着 他们都是改变 这个时代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 我讲完这句话 我们就结束 到现在很多人来了 对不对 我们生命堂 有没有这个特色 来了很多人 后来呢 也走了一样多人 但是最后呢 我们每次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人走啊 我们为什么人走啊 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要问 第一 到底我讲的信息 经得起考验吗 我给他们的爱 经得起考验吗 然后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听了 他们要得的东西 是经得起考验的吗 对不对 很多人涌进教会 要得什么 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的 他的一生 有时候大群人跟着他 你们若不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 你们与我无分 这样讲的时候呢 很多人离开了 我们做带领的人 最怕讲这些话了 对不对 你们要顺服 你们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 你们要活出基督 你们要背弃施加 跟从主 对不对 这些话都是 吃我肉 和我的血 我的血是我的生命 我的肉是我的身体 对不对 生活 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 哎呀 不要啦 我们只要祷告 主给我们这些祝福就好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主也会祝福你 但是你要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所以呢 这个信息 继续讲的时候呢 人慢慢走了 然后新的人出现了 那才是教会 开始有希望 各位了解吗 因为 这样的人出现了 所以我们在传讲真道 继续下去的时候 圣灵的工作 临到的时候 传这个福音 打开这个门 怎样的人 会来到我们当中 其实现在 我要讲的信息 是其实为教会讲的 为我们教会 为生命堂 也为不同的教会 上海不同的教会 来到这个地方 你的教会是 讲怎样的道 要得怎样的人 所以我的司公 是从来没有看 这个人数的东西 虽然这么多人在听 其实对我来说 这些东西不重要 主你的道找谁 如果今天你是非常落魄 很多的问题 甚至你在生命堂里面 你遇到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你心里面 听了这个道 你说这个是真的道 这个是上帝 对不对 我为你感谢主 你的痛苦是值得的 你的痛苦是因为 你现在是两难之间 对不对 你的肉体 一直叫你 一直叫你要需求 今生的夸耀 肉体的情意 但是另外一个东西 你知道神是真的 因为你听了这个 生命之道 我为你感谢主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痛苦里面 你是离开了 你说我不要这个 我要我要的 那你是很可惜了 你是来到这个天恩 在你的口里面 冻到你的嘴唇一点 但是吃不到 实在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的是主 最后你不会羞愧的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今天 下午的时间 把这一 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 讲的道 交给主 自己运行 在我们众人心中 主我们听到主的声音 主我们也知道 你认识我们 你认识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困惑 主你要释放我们 要医治我们 求主用你的道 洗净我们的心 主让我们再一次回复 正直的灵 清洁的心 主我们很多 无悔的地方 自我的地方 我们体贴自己的 相信自己的 错觉感的那些 主啊 今天用你的道 跟圣灵的工作 来指明这一切 亲自来释放我们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主 赐给我们敏锐的心灵 续续能够领受这个真理 感谢主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